动力 作为中国最早生产柴油发动机的企业之一 华丰股份的业务 从单一的柴油发动机和智能化发电机组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向上游延伸柴油发动机核心零部件业务 向下游拓展通信基站发电机组等 电源设施综合运为服务业务 形成互为支撑协同发展的良好业务模式 业 贵于精 自成立以来 华丰股份坚持以精工制造为核心 不断改善工艺水平和技术升级 以为全球众多用户提供高性能的产品 并获雷雷硕果 华丰股份拥有一支高效稳定的研发团队 在柴油机加工工艺 发电机组控制等方面 积累了丰富硕果 华丰股份拥有现代化的发动机 发电机组装备线 以及先进的柔性机械加工制造生产线 生产制造能力强大 业在于专 华丰股份柴油机业务 专注于非道路领域 产品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 农业 农业机械 发电设备 传播及固定动力等行业 柴油机产品销售 遍及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华丰股份核心零部件业务 专注于重卡领域 凭借可靠的质量 领先的工艺技术和不断提升的产能 融入到重卡产业链 在全国重卡发动机同类零部件产品的比例 无断提升 从2017年的7.49% 提升到2019年的7.81% 随着物流和基金的发展 以及节能排放要求的提高 华丰股份的核心零部件产品线 无断延伸 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 华丰股份智能化发电机组 以及运维业务 专注于移动通信数据中心领域 伴随武器建设步伐的加速到来 对移动通信基础设施提出更高的要求 以为通信基站运维服务发展带来机遇 华丰股份持续丰富产品结构 提升了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业在于广 华丰股份坚持专业化 国际化的发展方向 构建制造家服务业务协同发展格局 发展闲力广阔 华丰股份已在中国、印度和缅甸等国家 建立了完善的产品服务网络 有利促进了产品销售 通信基站电源设施的综合运维业务模式 已形成7×24小时的高效运维服务能力 网络辐射广、复制能力强 2018年 在印度和缅甸通信基站运维服务市场的比例 分别为5.05%、6.96% 发展空间大 对动力的匠心开拓 是华丰百年进攻史中灿烂的产业 作为中国内燃机行业排头兵器业 华丰以专业制造 加综合服务的产业协同发展策略 顺势尽优 不断拓宽新业台 繁补企业 未来 华丰将秉承 创新 进去 和谐 求优的理念 努力打造行业领先的民族制造企业 华丰股份